你這樣 這個大家應該覺得蠻扯的 就是玉米夾 這有點扯啦 除了平常拿來夾頭髮之外 還能拿來夾菜 那你們的照片是誰啊 對啊 照片是誰 張宋恆 喔 無尊 你的皮夾怎麼照的照片 我要卸我的身分間照片 太假了吧 那我的人搞得像藝人一樣 其實我拍這張我很得意 因為我以前的照片他們看過 他說這個小孩子看了就想打這樣 然後我就就是耿耿於懷 那天我為了拍這張照片 跟照相館的大哥 差不多喬了將近一個多小時 然後拍就這樣成果 你說你在拍宣傳照 喬了一個小時就算了 你跟普通照相館老闆喬什麼喬 然後這位大哥還很誇張 他已經拍上影 他還拍到最後他說 好好好 你不用看鏡頭 你就看地上 我說 可是我要拍那個身分證照片 沒關係 你這個角度很棒 我說 請問拍出來可以用嗎 看一下看一下 大哥還知道我看地上是怎麼樣 你覺得是看地上嗎 沒有 他就說 真的很像古天樂耶 要不是低頭那張不能用 不然我就拿 攝影大哥得意的作品這樣 就說你有鞋式就好啦 好事 再次感謝飛龍海 一整年帶給玩家觀眾 這麼多的歡笑 希望新年一年再接再厲 繼續加油喔 完全的俗信 整理八道 對 我們問一下汪大仲先生 你跟相館的老闆喬什麼 你不是要拍雜誌封面照 沒有 因為在相館老闆其實 從小拍到大 然後他不知道我就是 現在就是比較 那麼有成就這樣 然後他也想要就是 通常這種話讓人家講會比較好 沒有 自己團員處理一下 自己團員處理一下 等一下 我要講一下 因為我以前是很心酸的 就是從模特兒 這樣慢慢一步一步 就往上來 一路努力過來的啊 一步一腳印 但是還是留給別人說比較好 好 幫我說一下 我覺得他一定想說 把你拍好一點 你會不會抓他進演藝圈 然後他就變名攝影師 對啊 確定除了 試就是正面的之外 還試了這樣側臉這樣的是不是 就是他很誇張 他拍到最後他說 好 就這個角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抓癢這樣抓完以後 他就說 就這個角落 蛤 這樣嗎 我說這樣應該也不能用吧 我覺得你看到上面那個手機 你非常難過是為什麼 因為就是 我手機那時候去 內地宣傳的時候掉了 是錄影的時候掉的 因為在飛機上太累 我就不小心睡著 然後手機放在旁邊 然後一醒的時候 他們說 欸 要走了要走了 然後我就 起來就忘記拿了 那時候超好笑 我們出機場 他突然發現他手機不見了 然後外面都粉絲在追 他只是要開車門衝回去機場 真的假的 這麼衝啊 因為那時候我在機場外面 因為假如等到隔天 我就覺得說 喔 沒機會 一定被拿走 重點是呢 剛才這個無尊調子 希望新的一點 買新手機OK啦 好的好 救了不去 救了不去 吸了不去 吸了不去 對 沒錯 好 那接下來 金珠年呢 還是要問一下這個 因為潘宇文嘛 像這個去年他很犧牲 因為是去當兵的關係 剪了頭髮 所以要來這個 讓你講一下 這個金珠年對你來講 最有意義的一些歌曲 好 那我選了一首 是我就是第一次去參加 星光大道的比賽 然後唱的歌 是張學友的 《流星下的願》 歌神張學友的歌 好不好 《流星下的願》 謝謝 好 我要畫了開個不停 陪我們永遠年輕 每朵畫代表 《流星》 因為我再去演許慧慶 快點 我要種出一個森林 陪它停落雁回憶 陪它看雪花 融化了的宁静 我怎能不相信 飞舞的流星 真是为了实现我和 华乐的约定 看满天的星星 写出我心情 正好代表着我和你 拥抱的生命 也许与断离有经历 且听我的心 就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 谢谢 你们一首比一首还难是怎么样 那个拍子好难 当初练这首有没有练很久 还蛮久的 所以一开始 那为什么会想要一下就选这么难的歌 是因为喜欢徐慧心吗 因为喜欢张学友 徐慧心也喜欢 当然 因为张学友是我从小的偶像 那我就是希望比赛的时候 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歌 所以我就没有选那首比较热门的 了解 这样算是怎么讲 让演唱会也有不敌 因为大家都选流行歌嘛 就玩来个音乐区的歌也是不错的 对 好 所以这对潘育伦来讲呢 是07年金珠年最有意义的一首歌啦 那待会儿回来呢 也会请大家再各自分享一些歌曲 还有聊一些07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我们先休息一下 OK啦 3 这样 怕 几点啊 我又在明天都要上班啊 大家好 我是杨忠伟 那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们是 星光宝 请问我出去喔 这是我的签名 但是因为我刚刚本来就是 写了一个Yoga之后 然后我制作聪明想像画个太阳 然后就觉得不撐头 所以我就这里住起来一个不称讨 我爱的人 他是我的爱人 他心里每一切 都属于一个人 哇 好像喔 二十 我怎么会这一句 我们现在的重要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爆料一下 那就是 小美不能正常蹲下 他是不是很奇怪 他这样子喔 他堆一堆 我刚才已经也看了 还有一个 三八七 还有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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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呢 鸭子 我会有鸭鸭鸭鸭鸭 没有 一只鸭鸭巴巴而已 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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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一伙人闹哄哄逗嘴逗的胸 另一头的鸣佑家 却躲到一旁图个清净 你刚才有讲话吗 没有 是啦 有啊 就是超美的生意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距离首场签唱会 只剩不到三十分钟 清光邦一行十人的装法 也差不多完成 等待一切就绪 他们就要以最好的状态 出现在歌迷眼前 第一届撞死人不偿命碰碰车枝 不要撞我气球杯锦标赛 Ready Go OK了 上 这样 啪 不急点啊 就明天好想班啊 我们赢了 各位 这才是真正的生意 有没有 尊 尊 舞 棍 对 舞 棍 咱们 大家回到 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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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陈胖伐他们 后面来救苦人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